大家好 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就和大家講一下 我的天堂城市這套電影的首映 日前在台北國賓大戲院這套台灣的電影 我的天堂城市就在台北首映 包括導演余勝儀 監製唐載陽和一眾演員 包括宋宏華 姜濤 JESSICA 即是李家文 即是前無記電視演員王慘瑩 其實我相信很多朋友 看到她覺得她熟了熟面 都說不出她的名字 其實JESSICA 李家文就是王慘瑩 還有姚順耀和魏曼一眾演員 都有出席首映禮 當中包括了不少姜濤 今次很厲害 特地飛去當地支持偶像 更加有粉絲在飛機上 向正在休息的姜濤 索取簽名 我們都在一些群組 一些粉絲的信息上 看到一些姜濤的片段 看到她的粉絲在機場 一直追著姜濤 甚至乎姜濤坐著那些類似的 就是一輛車仔 看到她在路上 粉絲一直拿著相機追著她 一直拍著她 看到姜濤也忍不住 就問她 你不累嗎 然後粉絲就說 我就是為了這段時間 特地練跑就拍著她 看到一群姜濤 就是非常非常之瘋狂 大家也都看到 在姜濤出現的地方 包括了西門町的Event 以及之後 出席了一個 綜藝節目的時間 都看到姜濤在台灣出席 就像一個旋風式那樣抵達 都引起了台灣的一眾傳媒 和當地的一些報道 所以可以看到姜濤的影響力 已經不僅止在香港 看到在海外其他地方 一樣都有姜濤的蹤影 也可以見證著姜的魅力 不要經常說她衝不過羅湖城 事實就證明一切 看到她去到當地也非常之洪洞 有報道更加指 有姜濤包了一架飛機 為姜濤空中應援 飛機空中盤算 整個鐘就寫著一幅 掛著姜濤 We love you U.S.A. Candace 可惜 據稱當時姜濤在坐地鐵 錯過了這一幕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如果有姜濤證實了這一部分 可以留個言 或者把照片出來求證一下 我都是看到報道才知道 就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不過其實去到台灣 難得看到姜濤到當地做宣傳 一班台灣的傳媒都把視線和焦點都放在姜濤身上 一班記者就爭著問姜濤問題 也有主持邀請她用廣東話和現場觀眾和看Live的朋友打招呼 她就說Hello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有點尷尬 大家知道姜濤的表情一直都是很醜 這個可愛的一面 忍得當地的傳媒都很開心地笑 因為這套戲就是幾個人的故事 一個故事就是一部分 應該就是三部分的故事 姜濤就是做其中一部分 她的角色就是飾演一個去紐約美國留學的台灣人 給傳媒讚她 台灣康就相當自然 因為問到當時的導演就說 喂姜濤為何要找回來 當時他們就說在選角色的時間 就需要找一個跳得唱得演得的演員 於是在網上找 輾轉之下就見到有人介紹 她當時也不知道姜濤是誰 只知道她是在香港一個很紅的藍團 他們對於藍團不太認識 後來透過視像就跟姜濤談了幾分鐘 就發現姜濤非常適合這個角色 於是就決定邀請姜濤演出這個角色 果然是獨具慰眼 對於被稱讚她這個台灣康就相當自然 幾乎沒有口音 姜濤接受訪問的時候 跟記者說她小時候 都經常接觸台灣的音樂和戲劇 她就說她很喜歡看一些很舊的節目 譬如朱哥亮前輩都會看 包括了朱哥會社 康熙來鳥和王康都聽得懂 因為這樣學了幾句台語 但她就說她不是說得很好 也很謙卑 她就說她從小就很喜歡看一些鬧交戲 好像這些婆媳豆分來解悶 令到家人都會熱鬧一點 講粗口和王康應該都學到不少了 至於台灣美食方面 姜濤就說最想試梅子粉加地瓜球 牛肉麵 車輪餅都想試 至於在紐約拍戲那段日子 姜濤就說 開工前就特別在當地住了一段日子 又說我在香港就比較少出街 大家知道公眾人物 走出街都認得她 所以在香港就很難逛街 但去到外國就不同了 可以放鬆一點 在國外就可以直接穿拖鞋 出去逛逛街都沒有人認得 絕對是 女主角的宋宏華 姜濤就說 對她第一個印象就是電影《我的少女時代》 她就說她在香港很紅 聽到她的訪問有提到我覺得很神奇 至於見到真人的時候 心情如何呢 姜濤就說更加漂亮 旁邊的宋宏華大叫 都不錯 我本人對不對 之後就大笑 在整個訪問過程中 我就見到這個女主角 經常偷偷地偷望姜濤 即是有種仰慕她的感覺 即是她們的年紀相差多些 現在雖然我們看的《我的少女時代》 已經差不多是十年前的電影 現在的宋宏華已經去到 我沒有記錯都差不多三十歲 對於姜濤來說她是大姐姐 所以見到她 好像見到一個小鮮肉的姜濤 我就見到一個訪問裡面 周不時都拍到姜濤 含收叠叠 然後這位女主角就偷偷地偷望她 她又想笑又忍笑之間 我見到畫面相當之有趣 可以見到姜濤的吸引力 真是非凡的 在訪問裡面 就提到她們兩個人 就是首次見面 估計 雖然這套戲 即是首映我們未看到 但估計應該 應該說的 宋宏華和姜濤應該是不同的 如果不然她們見過很多次 亦是對手 所以女主角這個宋宏華 應該就是這套戲裡面的另一部分 這次出席這個首映例的時間 就是她們兩個人初次見面 見到姜濤和她合照的時候 然後姜濤也覺得她很可愛 說回真正和姜的合作的女主角 應該是黃慘營 即是李家文 說回她們分享拍攝期間的趣事 姜濤就說第一次拍摺民戲的感覺如何呢 MG了多少次呢 姜濤就咬一下手指 其間就看一看她 這個問題問得好 搖頭虎笑 見到主持人沒有幫忙 還把麥克風交給她 讓她回應 姜濤一口大氣 說問得好 亦都口疼疼表示很緊張 表示拍的前就要朗口 更加需要老師 有關的人員 包括導演的指導 她就說一個比較專業的行為 說完之後就用牌掩著臉 尷尬這樣笑 主持就笑她 真是很不浪漫 旁邊有老師在這裡 身旁的李家文 即是黃慘營 就認證她很專業 一踢OK 即是黃慘營也都說 透過鏡頭 就跟姜濤說 希望大家放過她 大家都知道其實是拍戲而已 姜濤是很明示你的 不會因為姜跟她拍了摺民戲 而憎了黃慘營 本身Jessica也是一個美女 我自己看過外形兩個都相當搭 大家都知道姜濤還是A0 所以應該就未試過真真正正拍拖去接吻 這些經驗全部都是在拍攝上得回來的 所以見到阿姜怕怕醜醜也是正常 姜濤去到台灣之後 除了幫這套電影做宣傳之外 也順道去了一些綜藝做嘉賓 包括了這個娛樂百分百的錄影 片段看到姜濤在一段拍之前 一邊參觀一邊驚嘆連連 看到她很可愛 因為姜濤也說有看過這些綜藝節目 小時候也很喜歡看 今次親身經歷 看到廠景 看到她非常好奇 旁邊的工作人員 一直跟她解釋 看到姜濤好像一個 很有趣的觀眾 怕醜仔 看到她很著弱 畫面就非常可愛 不知道可以在什麼途徑看到姜濤出席這個娛樂百分百節目 我也好奇看看她上台灣的綜藝到底表現是怎樣 用國語來做溝通和玩遊戲 答問題到底是怎樣 我也好期待看看 不知道粉絲姜濤可不可以留言 或者怎樣可以看到這個娛樂百分百的錄影 可能現在還是拍攝階段 還未出外 希望之後有機會看到姜濤上台灣的綜藝 我自己跟姜濤相信 最期待當然看到我們的天堂城市 什麼時候會在香港上映 可以看看姜濤如何飾演一個去紐約讀書的台灣人 看看她做成怎樣 今集跟大家說姜濤去台灣的宣傳就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巨大 çocuk 你以為那個生意 chopped Rescue 在心機之後 Ahmad 陶三 看一下 好